冰箱店夾菜 飲料店喝飲料 都要斤斤計較 十元二十元 漲不停 每個月光是伙食費 就多花破千元 三十六歲的黃先生 在新北板橋工作 除了生活費 伙食費以外 房租壓力也常常壓得他喘不過氣 租屋處小小一間 只有四平大小 但得知政府住宅租金補貼後 將延長申請到十二月底 申請對象還剛好限定經濟弱勢戶 黃先生也開心自己成為受惠一族 以黃先生為例 一個月薪水只有三萬二 每個月除了房租 還要負擔水電 對生活壓力來說 相當吃緊 一個月四分之一薪水 一共八千元 還通通都要拿去繳房租 但申請擴大加碼租 補貼後 房租支出只剩三千元 佔總收入只有一成 生活開銷就多五千元 換三一年平均節省六萬元支出 幾乎相當於一年加薪 一到一點五個月 通膨漲價的壓力也得到舒緩 我講不如消補吧 像什麼物價 物價都在漲 薪資都不會漲 對啊 所以覺得不如消補 薪水真的不是到非常的高 所以說這樣的話 對我們來講是幫助是非常大的 我覺得 政府易住營 但盼望讓弱勢租屋組減輕負擔 租補貼對整體經濟 如果能運用擴大各類消費 創造出來的加成效益 也將成為振興景氣 重要一環 三日新聞 林靜庭 下包吟 新北採訪報導